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好了 继续来关心的是 基隆市长社国务的百免案 这个基隆市选与会说 没人驾出的百免年少数的扎孙团 只有1400多分 并不是之前所团出来的25000分 也就是说 为这个扎孙团的素量来看 这个基隆市长百免案第三个单的投票 应该是成功了 基隆市长社国务的这些食材 旅空伯伯公车加班车的会计 看到指定超好随向前关心上车 继续会计划第二的认定 会知道白马市政认定 也说到百免案 基隆市委会上身的查队授旨 他最后是寄出了1000多份 那我想这个就是他们的一个决定的结果 我们应该尊重他的结果 针对地方宣额会悬崖勒 并未寄出估算表上面所述的25000份查询单 与最终的实际运作的结果相差甚远 市政运作前面都是像这样 先提出极高的预算 后续再来调整 我们一直都有在做充分的准备 而且我们也预期一个投票这样子的一个可能性 所以我们都积极在推动当中至于你讲的什么25000份 我并不了解 可能最后还是要回归到选委会 对变得的预算当边都有高级的看法 但占队给人设定法编案 以给人设定法编案 以给人设定会公布最新查队的设计来看 法编案只需要距离空2002年 算计人数10% 约13000792人 对人建计投票 以帖良团队通计43000138分 人数数来看 就算靠到1441分需要查队 已经超过梦 给人设定法编投票 也差不多已经签成定票 小柯良今天让Q6台准备前集第三回谈 结果好或失败 必须大家关注